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2日的港督新闻 我是潘文玉 新闻首先带您快速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 高雄市连日出现致灾性的抢降雨 市府启动防薰的工作 副市长林清荣也率领团队视察智宏工程 希望能尽速完成整治改善淹水问题 江家大与高雄各地也不断发生淹水 市议员承上会针对淹水严重的地区提出建议 希望市府能赶快解决排水的问题 同时也为没有活动中心的社区发声 期待市府可以建置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高雄连日的大雨 但慈山行善爱心协会的送餐不停歇 五年前开始协会每日都会固定 送午餐和晚餐到弱势独居长辈的家中 让他们每天都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 近日高雄市各地出现豪大雨 市府启动防训工作 副市长林清荣率领团队视察智宏工程 并且听取水利局简报 期望尽速完成整治改善地方的咽水问题 人物区的九番皮因为周遭人口经济快速成长 再加上河道诉说脏乱 为了提升生活品质以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中央已经同意补助第一期整治计划 将以排水改善为主 水质进化和环境改善为辅 并且设置利间进化场 渴望达到污水节流水源进化的功能 是的因为它本身是有双重功能 第一个就是防洪 第二次水质进化 所以我们总共已经投资将近有一亿多了 但我们还没有做完 包括你当地国交代 典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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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本来就是跟水利署要来借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到 现在这个还特别做了一个叫做 利间接触的进化 所以爱河的起头里面的水质要干净 你利用利间 以及下面下层次 那出来的就是这样 副市长林秦荣表示 在工程完工之后 上游将可提供约2万吨的制洪量 渴望减低下游的爱河淹水 并且改善实体公园的新风貌 恢复九番皮原有的防洪 以及生态气地生机 提供民众更安全的活动休息区域 尤其上半部的地方 还有微制洪将近有2万吨 尤其是智洪的功能 是越上游越有效 但是因为面积受限 所以我们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非常谢谢水工作 如期在六月就已经早上就完成了 所以前跟后的关系 然后我也会慢慢地 我会再调央行组 他知道那个电路 要做电池还是怎么用 我们再来慢慢加 林秦荣强调 将会持续向中央争取第二期整治计划 加速推动整治工程 也只是讯期间 施工人员要注意安全 大雨来袭加强巡视 确保各个排水路畅通 希望让民众可以快点摆脱 过去淹水的困扰 记者李嘉隆 邱建勋 高雄报导 连续大雨淹水问题在各地区不断发生 高雄市议员陈善会在市政总质询 针对多处淹水严重的地区提出建言 希望市府要尽快改善排水的问题 另外针对南籍区国昌里 郁昌里以及新昌里 没有社区活动中心 陈善会也为里长们来发声 期待市府可以建置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来完善社区照顾里民 近期大雨不断 高雄多处道路淹水严重 高雄市议员陈善会在总之巡时就提出 南籍区有多处的道路 每道大雨就淹水 不管是周边的居民 或是用路人都有安全上的疑虑 因此希望市府要多加重视 并且尽快改善 几个电压降雨 特地都淹水 尤其是这 南籍交流到这 这边淹水的交通 这边淹水的交流都淹水 也就是要叫我们提醒一下 这会给我们反应来 我们一定要做 因此市民备生的 资产一定的损失 市民备生的资产的损失 就是我们高雄市 市政府的借用 右昌地区 从议员的一些建议里面 我们从南昌路等等 还有一些相关的工程 其实都持续开始在进行 所以后续要做的工作 我们会加速来完成 智商会特别提到 在交流到周边的道路 若是淹水便会让交通大瘫痪 因此改善排水问题 必须立刻解决 另外针对南籍区国昌里 郁昌里以及新昌里 没有社区活动中心 智商会也提出建言 希望可以建置一处多功能 活动中心来造福区里 反共心是我一百空八年 我就成立了 但是那时候就我政党轮廷 这个后边 到底是那个小的局 没有延续练 还是怎样我是没有了解 但是本市了解说林副市长 有来看之后 我也像我以前的建议 还会建议一桌 尽管可以做多功能活动中心 会儿可以做雨水 调水石 这样是不是一级两得 还有中央的补助 这是最最好的 智商会议员针对 左南地区建设与地方问题 提出许多建言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为民发声 持续照顾市民朋友 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质 记得李嘉龙 潘文玉高雄报导 高雄市到了近期 才渐渐开放健身房 幼儿园等场域 高雄市议员李博弈就建议市府 要给业者更多的纾困协助 减少业者损失导致倒闭的状况 另外疫情逐渐稳定 李博弈也对北高雄的产业升级议题 提出许多肯定与期待 并且其勉市府继续努力 在疫情后为民众的生活 赶紧回到正规 疫情逐渐稳定下来 虽然健身房与幼儿园 也都有条件的开放了 但是议员李博弈 再次任总职询时就表示 与中央相比 高雄原先的防疫措施比较严格 让许多业者都晚了几周才开放 因此希望市府提出 相关的特别纾困来照顾业者 私立幼儿园餐厅还有健身房 全国7月13号解封的时候 高雄市政府逼人家严格 市政府你多严人家两个礼拜 你有没有要给人家什么补助 我们其他的一些补助 我们都会考虑的带来加码 来协助我们的健身房的一个业者 还有餐厅跟这个 私幼的这些纾困补助 而且市长在市府团队 这个一定也要去尽力去协助 不只是健身房 在这波疫情大受影响 在公司立幼儿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李博弈议员也观察到 家长与业者两方之间的为难 因此希望市府能够给予协助 另外针对北高雄产业转型发展议题 李博弈也给出高度期待与肯定 未来这个五年内也是台湾这个整个半导体的产业布局最重要的时刻 那高雄加速这些土地的这些让半导体有机会进来 这个是我们是可以期待的 那对于人水电还有土地市政府都做好最充足的准备 那希望可以看得到五年内高雄市就有国内最大型的半导体产业 科技产业全部都进驻高雄 对于高雄市的产业会是很大很大的帮助 后疫情时代大家渐渐回到以往的生活 各产业要如何纾困迎向新挑战 也期盼透过市府的努力争取国际大厂投资高雄 让城市的整体产业再升级 记者李佳龙 潘文玉 高雄报道 日前有位富人在接到一通诈骗电话 歹徒声称富人的银行账户遭到盗用 必须领出金额交付管控 但在富人儿子的接警之下立刻报警顺利逮人 而在警方的了解 有一位歹徒是因为疫情影响了原本的工作 才选择到网路上寻求打工的机会 才会误入歧途 日前一位老富人接到诈骗电话 歹徒杨称富人的银行账户遭到盗用 必须将大笔的金额提领出来 并且交付管控 富人竟然乖乖的到银行领出了92万元 而在富人儿子发现不对劲的追问之下 才火速报警处理 歹徒以假检警的方式诱骗 杨称富人账户被贩毒集团用来洗钱 为了证明清白必须要将账户内的金钱交管 否则会派警察去往居体 那诈骗集团来威胁 因为证查不公开 所以不得伸张或报案 连家人都不能透露 儿子在当天下午回家查看之后 发现话筒没有挂上 那在追问母亲之下 母亲才全盘拖出 而警方也在通报之后 快速侦办火速歹人 经过警方了解 歹徒表示自己原先是在摆摊 但因为疫情的影响 选择到网路上寻求打工的机会 才会误入歧途 其中有一个犯行是说 他是在摆摊 那可能受疫情影响 所以他入不敷出 所以他要上网去做求职的动作 就是高报酬免经验可的这种 那其实以往这种高报酬免经验可 或者是说你求职需要提供账户 或者是需要你提供金融卡 交付金融卡 需要去查证你的账户 这通常都是骗人的 那也请民众在求职的部分 都特别注意 你听我的话 我跟你说我已经动很多人 过去金融机构在民众领出大笔金额时 都会多加确认金钱用途 担心民众遭到诈骗 但本案夫人提出金额的金融机构 却未成功阻诈 因此警方也进一步呼吁 诈骗形式有很多种 除了电话诈骗以外在求职上也容易遇见 因此邀请民众特别留意 而警方未来也会持续与金融机构做悬导 记者李嘉隆 刘文玉告诉我报道 左营区明华一路一带店家密集 但人行道却还是30年前的红地砖 早已破损不平 市府养工处计划以透水地砖重新铺设 将人行道恢复整平 新上里长则是表示 人行道重铺之后让行人走得更安心 也更愿意到商权来购物 左营明华一路从自由路到博外路一带 正进行人行道改善工程 将原本的红地砖换成透水地砖 不但能够将人行道重新整平 也能够增加地砖的透水性 不容易积水 行人走起来更加方便 因为金泉砖它需要用水泥沙江 去把它跟陆基去做一个交合去联合 挂透水砖的部分 它是在上面铺一个机配料 做铺一个沙 挂一把上面下雨的时候 可以水直接渗透到水泥 到地面下 新上里里长表示 这附近都是30年前的红地砖 容易破损又不方便重铺 现在改成这种透水地砖 损坏或者凹陷时 只要换一两块地砖就可以了 比较容易维修 它本来是30年前的那种传统的 红瓦砖的那一种 因为排水比较差 然后也都下陷了 这整个环境不太好 每次下雨都会不太好 改新的它是比较有透水性的 如果有下陷有坏掉 可以一片一片换的 就比较方便 比较未来维护会比较好 由于明华一路一带 聚集相当多的店家 为了提供行人更好的行走环境 市府养工处日前已经完成南侧的 人行道改善 四月份开始进行北侧的人行道改善 进行将会完工 里长希望人行道改善之后 能够更促进商店街的繁荣 整个改善完成之后会导致人行道的畅通 还有一些行车 行车动线 还有一些透水砖的部分 都可以加强当地的生活技能 还有一些工程上的需求 还有行人空间上的扩大的部分 水工它也整个会重做 排水的部分会比较顺畅 也比较不会阻塞 我们都很期待这个工程能够赶快完工 让明淮路的人行道更漂亮更舒适 那店家人众来逛街也会很开心 友善的人行道空间不但方便行人步行 增加商店间的繁荣 更能让市容变得整齐 大大提升居住品质和商业活动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 高雄报道 南子区惠名路一带 正在进行后上污水接管工程 由于校弄内的水沟 不时散发出难稳的恶臭味 在住户的权力配合之下 人昌历长才透过市议员李亚芬来协助 要求市府水利局尽速进行接管工程 希望在完工之后能够提升居住品质 像这里两侧的水沟因为要接污水管线 目前正进行施工当中 原本水沟里都是汇集加户的污水 时常散发恶臭味 因此住户都十分配合这项工程 希望改善恶臭情 环境比较干净不然味道不好 由于污水接管工程 后巷必须要有75到80公分的施工空间 增建抵触户必须自行配合拆除 还好在人昌里里长和市议员李亚芬和李明沟通下 李明都愿意配合才能够让工程顺利进行 就会有产生恶臭 那对卫生环境会造成 很不好的一个受影响 那李明就跟我反应 说这样子长期之下也不行 现在市政府在推家户接管 我想家户接管是解决最佳的一个方法 污水下水道的改造工程 它一直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周边的一些环境 所以当时里长来跟我反应 我马上跟下水道反应 那我很感谢他们马上就拨了时间来做 因为他如果这个工程需要延绕到年底的话 其实对我们当地的居民非常非常的不便 目前南子群的接管工程水利局正进行后续收尾阶段 为配合自行拆除后巷者将进行违建物拆除作业 呼吁李明配合拆除 以提升污水接管的普及率 那当然你在做工程的时候会造成里面不便 因为他们要把那个管线往外拉 那外有时候他们的屋内会有一些 一些拉管线的一些坑洞 那可能一时间会造成他们不方便 不过长远之下不便是一时的 可是环境干净是永久的 在这收尾阶段大概会有六到八年的时间 所以我希望说你家里的屋后沟 如果还没做的话 能够赶快来跟我们当地的里长来反应 然后让他们赶快来做一个会刊 赶快来把这些环境给弄好 加货污水接管后污水将直接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统 不会散发恶臭味 后巷的雨水沟加装水沟盖 在地面上化彩绘 成为社区的一大特色 大大提升居住品质 记者潘志光赖湘邦高雄报道 高雄近期连日大雨 但风雨却没有阻挡了爱心送餐的进行 池山行善爱心协会至今已成立了八年 五年前就开始送餐到弱势独居长辈家中 统计总共送了三万多个便当 不管天气如何都会将餐点顺利送达 让独居的长者不会饿肚子 一道一道美味的菜肴 义工们拿起便当喝 将每一格都贴满 这日慈山行善爱心协会 已经坚持五年的爱心送餐 主要是针对弱势独居的长辈 尽管屋外刮风下雨 依然没有阻挡送餐的进行 每天送的量大概连据点化 大概六十份左右 那些独居老人都是 中低收入户 他们有的是坐轮椅的 有的是躺到床上的 没办法行动 有的是用辅助用具 还有是中风的 目前我们高雄市慈山行善协会 已成立八年多了 爱心餐已经五年多了 五年来已经送了三万多个爱心便当出去 快到中午时送餐员打包好便当 穿上雨衣就准备要跑二十几个地点 义公妈妈说一刻也不能吃 怕他们会饿肚子 用这个信念每天早起备菜 煮完午餐还有晚餐 虽然很辛苦 但是为了装备们的温饱 义公们没有一日停歇 那我没办法 我都送饭来 我都跟他好 我都送饭 我都够给我 都够给我 我拜祭再吃 好吃吗 好吃 我都起来 厚热公斤的好薄 因为好薄 你们都有好薄 你们都有爱丁的好薄 我们雄风里 社区长辈这么多 再加上最近疫情的关系 就又下雨的关系 所以很多长辈 这段时间不能外出 之后也没有办法去用餐 那他们就是辛苦的 去烘烹这些料理 去把这些料理 亲自送到这些长辈的手中 把我们这些爱 能够一直传递下去 我也希望说未来 可以跟我们吃上爱惜协会 能够创造更多的据点 能够照顾到更多的长辈 受到疫情的影响 协会理事长也表示 上款和物资都大大的减少 这阵子时常自套腰包付采钱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 希望三星人士 可以多多帮忙 共同照顾弱势的长者 记者林嘉义高雄报导 市面上的防疫餐盒五花八门 但你看过里面有龙虾的吗 湖山区的一家餐厅业者 推出高级餐盒 并且采用得来速点餐自取的方式 让顾客免下车 就可以拿到餐点 在疫情间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车辆开进饭店的车道 服务人员到车窗口 帮忙量测体温以及进行食联制 顾客只要拿出手机 显示预定好的菜单 就会有人员亲自将餐点送到车上 不仅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同时也接受顾客取餐的时间 只要你在英赖下定 我们马上得来速 马上就是送餐给你 也不用说你还要需要下来 减少一些防疫上的措施 配合现在防疫便当 很多餐厅饭店都做 所以我们林皇宫也是推出了 说有点市集 因为慢慢的会微解封 但是市集就是强调说 现点现做的那种感觉给客人 客人提的菜篮认真的挑选 这里可不是大卖场 这是一间餐厅业者 所推出的餐点市集 结合不同国界的料理 业者在微解封之后 在遵守防疫的规范之下 让民众可以走出家门 换换口味 来点不一样的菜色 之前有来吃过 就是东西都还蛮好吃 然后想说 因为现在疫情也不能内用 所以觉得来这边买回去 然后跟家人一起分享 就很像在逛超级市场 然后这个风格也蛮特别 泰色非常丰富 然后就觉得很特别 如果都是之后的话 可能再带家人一起过来 我们主打的就是 中式 泰式 西式 日式 四种料理而呈现 但是我们主打的商品 每一季都会不一样 因为现在主打龙虾产品 会比较多 而龙虾产品的话 它以比较平价 其实我们龙虾成本是蛮高 但是我们卖出售价 没有赚什么利润了 一般的话 西式我们是以焗烤呈现 中式是XO酱 日式的话就是传统的天妇罗 再来泰式我们是以咖喱 泰式咖喱呈现 丰富的菜肴民众忍不住 就拿了好几盒 配合在防疫期间 业者用经济实贵的价格 推出高岛的食材 像是这一档的龙虾料理 就受到顾客的喜爱 希望疫情赶快消散 让大家可以实际到餐厅 享受美味的餐点 记者张世民 林嘉义高雄报道 港路新闻与一手大学 大众传播学系合作 陆续播出学生的采访作品 疫情间因为民众 害怕大楼群聚感染 大多转为购买透天住宅的人 也变多了 而为了因应疫情 业者也改为预约赏屋的制度 落实政府防疫政策 提供良好的赏屋环境 北高雄地区许多透天建案 正在贩售 因为正值疫情期间 许多原本考虑购买市区大楼的人 都改为购买临近市区的透天住宅 避免大楼共用公共设施 造成群聚感染的风险 这波来讲 在透天产品相对 是客户比较喜爱的 因为像大楼的产品 它比较有公共空间 或共用电梯的问题 那在透天产品的话 可能就是我出门回家 都不会跟其他人有所接触 所以那以这一波来讲的话 透天产品相对的 它的产品本身就是比较少 那客户也会比较在这一波 做换屋的动作 去购买透天 业者也依照政府防疫政策 实行预约赏屋的方式 民众看屋前都要先测量额温 确实消毒 并且落实实名制 且接待中心的桌子间隔 都有保持安全距离 让消费者能放心赏屋 小城因为分期开发 那总户数多 所以我们有做个社区的管理 所以在近小程度 你如果不是这边的住户来讲的话 你进来一定都要先在警卫那边 先做个登记量测体温 等等的动作 我们在房屋销售 客户赏屋一定都要先电话做预约 此社区四周环境空旷 种植许多绿色树木 社区警卫全天控管 房屋各自独立 也设有垃圾集中厂 住户随时都可丢垃圾 避免等垃圾车时 造成群聚感染的风险 共同度过这次的疫情 记者苏琴涵 高雄采访报导 继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防疫资讯 继续提供给您看看 放入几花 银瓶 继续提供 惊住 继续提供 有继续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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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鹤 庆联港督有限电视 入围110年度金市奖11项大奖 年度系统越境奖 公用频道经营奖 庆联有限电视 创新服务奖 港督有限电视 地方新闻节目奖 港督新闻 公共论坛节目奖 高雄现场 专题报导节目奖 采访奖 打狗周记 生活风格节目奖 气编奖 岳高雄 气编奖 摄影奖 100种不老生活 感谢观众长期支持 我们将继续务奖 打狗周记 我们将继续努力